金属兽朝幕后大佬另有其人 下一任金行宗宗主曝光 在星辰遍地二十集中 秦宇已经顺利来到暗星界 此时他遇到了的大麻烦 在他附近有一群金属兽正在飞速袭来 其中还有罕见的地级金属兽 按照正常情况 有人居住的星球不可能存在地级金属兽 一般的金属兽都会被守护长老压制等级 最高的也就只有王级水准 不过在暗星界的历史上 也存在过被地级金属兽毁灭的星球 看得出来这只地级金属兽的目标 就是想要毁灭这一颗星球 好在这群金属兽被秦宇发现 并且将其斩杀 不过让秦宇等人意想不到的是 引导着兽朝的那只地级金属兽 并非是实力最强的 最强的那只金属兽 其实一直埋伏于暗处 想坐收渔翁之力 不过在这只金属兽与秦宇等人交手过后才知道 秦宇等人的实力比他高出太多 最终这只金属兽不敌秦宇 被秦宇所杀 然而令众人没有想到的是 此次前来帮助秦宇等人 解决寿朝之人 竟然是金行宗下一任宗主 众所周知 在暗星界中有三大星域 这三大星域分别被白玄宗 黑燕宗以及金行宗管理者 其中金行宗势力最大 实力最强 金行军更是代表着暗星界至高无上的地位 前来帮助秦宇解决寿朝之人名为文丰 正是下一任金行宗宗主 对此大家有何看法 竟然是个小队 均一拓 均一拓